在很多事情上 我们可能很少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选择不了在奋斗的城市买房 选择不了在什么年纪结婚 甚至连几点下班 周末有没有时间陪陪家里人 都没有得选 但有一件事情 我们还是有得选 那就是每天吃什么 能不能吃的 尽可能不一样 今日份早餐 用自制的杏子酱和蟹柳青瓜鸡蛋 来搭配面包 面包它 应该能感受到我的心意吧 我是瑶草草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不错 麻烦给我点个赞哦